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不是不当劳动行为 郭伦伟朋友可能搞不清楚 什么是不当劳动行为 但最担心的是 如果郭子言被免职 这件事被认定为不当劳动行为 这样事情大掉了 本来签好的三年内不罢工的和平协议 就会被撕毁 换句话也就是说 如果工会还要再发动罢工 这样就可以了 我现在讲什么叫做不当劳动行为 不当劳动行为是 就是劳动部有一个底下有个机关 叫做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 现在劳动部底下 而且他是一个幕僚机构 并不是一个行政机关 这个行政机关通常他所做的 这个幕僚机构通常所做的判决 或者是裁定 通常是对劳房比较有利 而且这大概就是工会专用的一个制度 那这个制度呢 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说 他我认为长荣在这个不当劳动行为 里面可能会输 因为这个委员会通 如果长荣输了 工会就可以撕毁和平协议吗 就可以吗 但是这个和平协议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 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 各位如果去看劳自正义处理法 第五三条第二项 就会看到跟所谓的八大协议 一模一样的文字 所以写跟没有写是一样意思 当时是留给工会的面子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说 工会讲说他只要有不当劳动行为 他就可以撕毁决议 事实上他只要有不当劳动行为 他就会撕毁所谓的决议 他就会决定要罢工 过去有没有因为某一个人 然后去要求做不当劳动协议的裁决 结果是工会赢了 你才会认为说 比如华航这里头有吗 张书媛那个案子 6月23号的时候他们 张书媛是谁 张书媛是华航的一个空服员 空服员 对 他为了抗议 就把红色的油漆 喷在自己身上 那个不是油漆 那个是洗的掉的 洗的掉的东西 是这个画面吗 就是侮辱 当时我们看到 当时有一些抗议 对 就是这个画面 那这时候是为什么去抗议 是那一次 那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之下 那个就是在 2016年 罢工完了隔一年 对 他们表示说 因为华航 事实上是真的撕毁了 那一次罢工的协议 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陷阱 然后让工会采进去 工会不知道就采进去了 所以判决上面有四大战犯 就是说这四个人 把这个决议弄坏了 一个是林家伟 一个是毛顾问 应该叫毛顾问 对 毛振飞 然后另外一个是 他们现在的工会律师 还有就是吴俊达 四个人 那这个案子 刚刚你谈到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案子我们比较熟悉 是 当时因为有到交通部去抗争 那在隔年去抗议的这个案子 后来到底谁赢 后来是当书媛他们赢 还不认为这样子没有侮辱 好 那我们再回到 我们还是要回到郭子言 所以刚刚蔡律说她担心 如果以过去的那些判决的判例来看 郭子言这一次工会不是没有机会 而且有很高的胜诉机会 不当劳动行为并不是一个结论 对 最后的结论 所以我倒觉得我没有很担心 但是各位可以从这张图 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裁决的时间 裁决的时间会大概落在12月左右 12月底左右 所以我们心里有个底说 12月底的时候 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行为 但是在这个更早之前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要更小心的是 眼看着台风就要来了 马上就会有天灾假的问题 接下来会有集体请假的问题 不会用罢工来产生争议 你就是说工会不会再用罢工 这种手段 他们没有能力了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罢工 那他们会用什么手段 集体休假 集体休假 集体请天灾假 带工 这些都有可能 因为台风计马上要来了 对 台风计马上就要来了 那这张图的重点就是说 你看上面朱机长跟郭子烟 为什么两个人 好来 朱机长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两个人差异这么多 就是因为两个人 郭子烟 我们请导播给我们Cue一下 来 因为这字很多 郭子烟在这里 一个人是看热闹的 另外一个人是当事人 朱机长是看热闹的 所以他没有工会法第35条保护 郭子烟是当事人 他有受到工会法第35条的保护 所以他们这次会主打郭子烟的案子 所以你有看到朱机长 没有不当劳动行为那条线吗 但是郭子烟是有不当劳动行为那条线的 然后换算了时间以后 最上面裁决的时间大概就在12月底 他会有两种可能 一是构成不当劳动行为 第二个是驳回 如果构成不当劳动行为的时候 就是工会会开始闹的时候 但是如果驳回 你以为工会不会闹吗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 好 我们回来讲郭子烟 既然郭子烟的这个案子是一个关键 虽然他会落到12月才会有一个结果 但是在这件事上 你一定看出工会要进行反扑了 工会并不是要让这件事情就此落幕 所以我们回来看 吴俊其实早就扑了这个梗 我看到今天的媒体说 他们要打郭子烟这个案子 甚至在这个案子上 如果胜诉的话 后续他们有更多的筹码 不管是进行罢工 刚才说不太可能罢工 还是集体请天灾架 我们回来看 原来吴俊达在铺这个梗 他说郭子烟的这个截图 之所以外流是因为资方 派了资方间谍或暗装 去让这个图 他们想办法去拿到这个图之后 让这个图外流 刻意操作 吴俊达当时在FB写这个时候 我们以为他只是在情绪性的发言 但先回头来看 他们如果要打郭子烟这个案子 显然这是在铺梗 这是伏笔 就是直接所谓的独述国理论 或者是我暱称为叫做 叫做截图坏坏论 所以这个吴俊达的问题是在于说 其实他从头到尾 所以如果他证明是资方间谍 他们胜算的机会就很大了 他没办法证明 但是他会制造这种氛围 他其实以他来说 其实他也是很有争议的人物 例如说柯文哲 他现在很困扰的那个清洁工人 清洁队员案 他当时主导把一个案子 拆成四个案子 一个案子拆成四个案子 导致于说 你看这个新闻 柯文哲觉得很困扰 最后面一点 就是环保人员 可以拿到6000块的清洁奖金 但是那个审计处规定 一定要实际上摸到垃圾才可以 但这个案子因为 我来来来 那我可不可以简短讲一下 所以有一个案子 好 柯文哲可能搞不清楚 就是过去的市府 曾经发了清洁奖金 给一些清洁人员 对 这些奖金已经到了 这些清洁人员口袋里了 而且有些人已经退休了 有些人已经退休了 有些已经花光了 有些已经过世了 有些退休了 有些过世了 反正大部分都划光了 反正钱已经发了 这是过去的市长 但是呢 到柯文哲这里之后呢 柯文哲认为 有些是不该发的 如果你没有摸到 你刚刚说没有摸到什么 没有摸到垃圾的人 没有摸到垃圾的人 你不应该领这个清洁奖金 那柯文哲认为 发的不合理 所以他现在要去把他的钱追回来 对不对 案子是这样 所以柯文哲说要去把 过去市长发的清洁奖金 要去追讨回来 然后柯文哲说这是过去的烂摊子 他现在要收烂摊子 这样我们搞懂了 看那一段 那一段他说 将122的清洁队员分成4案起诉 追讨1998年1999年人清洁奖金 然后要求返还这些钱 目前有两件定案出现 11个清洁队员不必归还奖金 44名要归还 你当时不要把这案子 分成4个案子就好了 当时吴俊达律师代表了台北市政府 去把这个案子分成4个案子 所以吴俊达是代表台北市政府 去跟这些清洁人员 要把钱拿回来吗 当然他的理由 但是他不是应该是劳权律师 应该是站在清洁队员这一边吗 他没有 他站在反方向了 但重点是 他一直争执跟大家讲说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要分的 不是他愿意分成4个案子的 但是事实上身为一个律师 就不应该接这种案子 你应该告诉当事人说 这样子会造成诉讼上面的起义 所以这个我们是听不太懂 但是总之他分了4个案子 分了4个案子之后呢 他竟然站在市府这边去向这些弱势的清洁工追讨 甚至有些人过世了 而确实有些人 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 而被追讨了 对 所以出现了有来 11名清洁队员不必还钱 但是却有44名要还钱 这是刚刚蔡律所谈到 吴俊达过去呢 其实也有一些争议 那么这一次 他蛮早就铺了梗 在郭子言事件也就是 霸凌截图外流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说这是资方间谍所干的 那我们当时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讲 现在有可能我们回头来看 是不是会用资方间谍这个理由 去进行不当劳动行为的裁决 那如果裁决出来的结果 是常常航空败诉的话 如果工会拿着这把令旗 再做下一个动作 我们就很担心 到底是吉利请天灾架呢 还是有可能罢工风暴再起 但是这个停地改变你 会用这个动作 似乎ifa和言动 其实会用这个动作 会用这个动作 这么多的一种 被动! 在这种粘体也放uu